北京时间12月18日,胡仁,又遭遇了一场,苦涩的失利。这一战,相比森林郎,胡仁打得确实不像是一只,为了总挂军努力的球队。比赛中,詹姆斯升起雨幕也曝光了,看起来,不满队友的防守。事实上,这一战,詹姆斯的状态也不佳,没能延续此前30加的表现。 面对孙林郎,比赛的上半场,詹姆斯,他抓住了对手防守松歇的一刻,中路空切,直接一记招牌战斗批扣。然而,除了这记报扣,詹姆斯整场比赛进攻端,表现罚善可陈,半场打完,他5中2,拿到7分7篮板,并且,只有一次助攻。 整场比赛,詹姆斯处战35分30秒,13投5中,其中,3分6中2,只得18分10篮板,5助攻。这自然不是胡仁球迷熟悉的詹姆斯。 在场上,詹姆斯,也显得有些急躁。比赛的下半场刚回来,胡仁一次防守漏人,也让詹姆斯哼生气。 森林郎半场阵地进攻,拉塞尔将球,给到了比斯利的手中,比斯利,突破到篮下,吸引了詹姆斯,过来包夹。 胡仁的区域联防被撕开,范德比尔特,已经无人防守。 比斯利马上调传篮下,范德比尔特,轻松空接报扣。 对于这次防守,詹姆斯很不满,在看到范德比尔特报扣之后,他直接面对威少,和贝兹莫尔,摊手表达不满,他认为,队友没有及时协防,还狠狠拍了一下手。 确实,威少和贝兹莫尔防守,有些反应之后,没能及时收缩完下。 这就是胡仁目前防守的写照,他们距离打造强硬的团队防守,还有很长的距离。 老詹不满,也是情有可原。 看到老詹生气,威少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,不敢吭声,赶紧去接八笔线球。 如今,农没有受伤倒下,对胡仁来说,确实需要打得更团队,或许,这也是考验他们,打造团队篮球的时候,不论是进攻,还是防守。